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点时曾经 我是运达投顾陈时辉 今天7月26号礼拜五 那当然台股因为台风修饰了两天 那在这两天当中呢 美国科技股大跌 那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科技股 包括纳斯达克 目前来看虽然有留下影线 但是目前仍没有明显止跌的现象 包括费城半导体都一样 有下影线但是目前还没明显止跌 所以在这里基本上 整个加权指数当然今天也留了下影线 但是在这里大家仍要谨慎 小心 好 今天我也在一早告诉我的会员 台股因台风修饰两天 期间美国科技股大跌 那当然今天台股会随着大跌 目前美国科技股尚未有明显止跌 台股短线压力能重 在大盘未占稳前操作上 仍以谨慎保守为原则 那因为我们目前我们会员手中持股 确实不多 那目前我们会等有一些股票明显止跌时 在市集来减便宜 那当然今天整个盘 今天整个盘跌到这里来 那之前在这里 有看我电视节目的大家都知道 之前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之前在这里因为指标过热 所以基本上它会开始做修正 那当然加上某些因素 盘是整个大跌 那今天大跌了之后呢 我们反而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在这里基本上有很多股票 你就不需要盲目的杀底 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判断 你该进场的股票 或是说你该选择留下来的股票 那我们今天会在节目中一一的告诉大家 那首先我们也提醒大家 整个大盘今天因为目前季线还是向上 所以确实有利大盘做止跌回纹 再加上六月初这个跳空缺口 基本上还是有技术性上的支撑 所以在这里有机会台股就开始做止跌 然后打底之后再做止跌反弹 那当然在这里整个盘面大盘 有可能就在这里开始慢慢的做止跌回纹 那个股基本上它就 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情况发生 那目前如果说你空手的 那当然很好 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有减便宜的好机会嘛 那你要怎么样去调选减便宜的标的呢 我也在Lite上面之前 上礼拜二有告诉过大家 第一个上半年业绩不错 尤其是第二季比第一季更好的股票 接下来第二个股价还在季线之上 而且目前随着大盘回档嘛 所以它也回撤季线的股票 尤其是刚刚我们谈到美国科技股大跌嘛 那美国谷歌 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其实整个业绩表现 其实还稍微的比一般预期的还高 为什么它还是大跌 就是因为很多资金认为 它未来第三季可能会不好 尤其是它YouTube的收入不好嘛 所以相同的道理 现在的台股你要选择的话 基本上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道理 就是你要选择那个业绩 会逐步逐步逐步成长的 有一些股票就要面临包括最近要公布的 8月15号之前要公布的季报 包括未来下半年 究竟它的业绩会不会维持得跟上半年一样好 甚至要更好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觉 符合这个条件的股票 其实开始在这个跌势当中开始就具有抗跌性 很多资金反而会逢低进场买这些股票 好这个就是我告诉大家的 基本上整个盘面你在操作上 为什么能够无据 我还是在测标写无据啊 虽然大盘跌了2000点 我常常讲无据不是因为我认为每一天会涨 所以我不用害怕 而是你对每一波的盘势 你对每一天的盘势 你要有因应的对策 你有因应的对策自然你就无据 大家书都读过嘛 胜败乃兵家常事嘛 对不对 历代打成功的帝王 哪一个没有打过败仗 但最后他成功了啊 为什么 因为他在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失败之后 其实他最终掌握了成功的要素 就是什么 就是要掌握局势 不好的局势有不好的局势应对的方法 那我现在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种盘势底下你要怎么样应对 那当然在之前其实我一直为什么 在大跌之前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大家 尽量买低基期又有提材性的股票 有没有 现在你回头看 有没有道理 哪些是我当初跟你讲低基期又有提材性的 很多嘛 像电力概念股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好那当然接下来现在的盘势过去就过去了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股市里面还是要向前看 那最近整个盘势我也提醒大家 最近有一个大家可以注意的标的 就是什么 生计大会嘛 亚洲生计大会嘛 对不对 亚洲生计大会 所以大家会发觉最近其实生计股会稍微抗跌 那生计大会基本上就在本周 那还好台风也算过去了 那整个生计展最重要的就是五六日这三天嘛 那这个生计展我之所以在之前就一直提醒大家 是因为这个生计展基本上有很多国际上大的创投 整个资金会来台湾 所以就造就了我们台湾很多生计医疗公司的商机 那当然在整波生计股里面 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AI医疗这一块 为什么因为AI医疗不只是生计展的这个利多而已 AI医疗本身因为医疗界本身以前遇到过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是透过AI它可以解决 解决非常多以前医疗界很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看好的是6569的医洋 那我也带着会员进去买嘛 买了之后涨了20% 我认为AI医疗未来的基点还是很好嘛 所以它换手整以后会再攻 后来就涨了嘛是不是 好那最近整个稍微在这里晃 基本上我们还是看好 还是提醒大家 其实这些股票你逢回事可以找买点的嘛 我刚刚讲过嘛 AI医疗基本上它有很多的用处在 包括第一个在急重症的预警 第二个在自动生成病例 第三个在疾病诊断辅助 第四个在手术麻醉的风险监控等 我们就讲自动生成病例 因为过去很多病例都需要手工嘛 那现在透过AI医疗 它可以很快的处理 就可以解决医护人员短缺的问题 那包括还有一个重点 它可以辅助诊断疾病 这个也是AI医疗医的很大的亮点 包括远距医疗嘛 远距诊断嘛 对不对 而这个应用不会因为医疗展就消失了 对不对 都是未来很长期性的嘛 那这就符合刚刚我告诉大家的 当这个产业整个它不是现在刚好在高点 而是未来还会持续不断不断发展 这个时候这些产业里面的个股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做挑选 尤其是在这种盘式底下 对不对 医疗 它是全球领先的医疗级资讯检测设备的供应商 而且它跟NVIDIA Intel都有合作嘛 对不对 这个黄仁勋先生在台大演讲 背后的看板就有医疗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好它嘛 那当然6569之前我们提醒过它 但它很强 它一直都没有回答 好 那医疗没有回答 但是另外一档也是AI医疗的 它有回答 长家智能 6841的长家智能 基本上长家智能它有跟国际大厂 包括西门子包括东南亚的医疗大厂合作 专利很多 AI医疗的许可证也很多 今年业绩大幅成长 这是第一季的业绩 这是第二季的业绩 当然今年整年度都比去年大幅成长 尤其是第二季 比第一季大幅成长 为什么 因为AI医疗的运用面越来越广 它合作的厂商越来越多嘛 那当然当初我们看好它 就会带会员进场 88块钱嘛 赚过一波嘛 对不对 好那现在我为什么提它 刚刚讲过嘛 依然没有回答嘛 但是长家智能 我在上个礼拜 就开始提醒大家 它回答 对不对 所以这种股票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在这个盘石底下 你都可以去好好选择 买一点的好标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未来会越来越好 另外我是不是也告诉过大家 军工相关的嘛 对不对 潜伏精密 我也讲过很久了嘛 周线上它站上这个下降趋势线 整个周线十个月大跌 打得非常漂亮 而且开始出现攻击量 那虽然最近盘石大跌 对不对 不受影响嘛 对不对 这种股票 都是大家可以注意的股票 尤其是你看我说的 攻击量都出来了 一旦盘石稳定 都有机会再往上穿 那包括我告诉大家的 无人机的雷虎 对不对 这个下降趋势线 它也是站上了 出量挑战极限 包括它的营收 第一季第二季又更好 对不对 毛利率高达40% 那我们也都知道国防部之前 标案嘛 70亿左右的标案嘛 雷虎送出五款嘛 那整个在这70亿的标案当中 有四家公司嘛 通过临选嘛 雷虎中光电 长荣航太跟经纬航太嘛 那我也讲过嘛 如果说整个标案 假设雷虎只拿到10亿的话 以40%的毛利率 那对雷虎也有相当的贡献嘛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 会未来看好它的原因嘛 那包括它十月份 还要去美国展览嘛 十月份去美国展览嘛 争取美国无人机 跟无人快艇的订单嘛 如果争取得到毛利率40% 是不是 技术上呢 有没有 只要这个底不破 基本上都有机会 尤其是攻击量慢慢出来了 所以在这种盘势底下 其实大家都不用太过失望 有没有机会 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但重点是你要在这些沙堆里面 去找出真正的珍珠 那当然下半阶段我还会告诉大家 还有一些什么类型的股票 你可以多留意 还有如果你手中现在有一些股票 已经套牢了 你要怎么样去做处理 所以欢迎我们下半阶段再回来 运达头固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固公司之一 投固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头固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欢迎回到现场 那三个礼拜五整个盘面大反弹 但是我在节目中反而告诉大家不要去追高 好 那今天大跌 甚至盘中大跌1000点 那我反而要告诉大家 你现在开始可以去注意 考虑分批的做布局 在这个盘式底下 其实就是不要过度追高 但是反而像今天大跌 你就可以开始选好标的 然后呢 开始分批的做布局 好 那之前我也在盘中提醒过大家很多股票 6669的微影我讲过很多次了嘛 那当然在这里我会叫大家要小心 好 现在跌到这里了 那整个基本上 那从这里掉下来这里 我就会告诉大家 不要再杀低了 不需要再杀低了 整个季线 乖率率很大嘛 那乖率率很大 基本上它很容易就做反弹 所以在这里 在这里 你就不需要急着再杀低了 在这里我会提醒大家 不要做进场 甚至你有的话要小心 可能要减麻 在这里我就不建议大家 好 过度的杀低了 包括技嘉都一样 尾创都一样 好 这些都是我之前在上面提醒过大家的 但在这里 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 不需要过度的杀低 为什么 因为它离季线乖离很大 所以有希望在这里 整个做乖离过大的反弹 但是我还是一再地强调 基本上你在这里选的标的 基本上最好都是要站在季线之上 然后如果说它未来又有题材性 那就更好 所以其实我之前也一直 有帮会员朋友们准备一档 它本来要涨上去了 因为盘石的关系它回撤 目前就在季线附近 我也告诉过大家 它是西光子CPO的概念股 因为整个CPO产品其实大量商业化的时间在2025年 所以它目前股价还在低档 但是刚刚我也提醒过大家 2025年越来越近了 有一些资金其实开始它就会想 究竟这个公司在明年它会不会持续的好 尤其是股价在低档的话 就有资金会提前做卡位做布局 这个就是我为会员朋友们准备的 好 另外我刚刚也讲过 在底下 在前一阵子我就告诉过大家 第一档做布局 那时候其实整个电力股刚回档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告诉大家 电力的需求还会再浮出台面 为什么 它的需求非常大 而且整个的需求 整个的商机是长期性的 台电的强震电网计划是十年的 而且金额非常大 5600多亿 对不对 那跟这些相关的最少就在这里 分散工程 所以那时候我也看好雅力 为什么看好雅力 它跟厂商设厂最有关系 那你看辉达跟鸿海 是不是要设先进算力的中心 不只他们 很多公司其实都要设 那雅力的产品整个 产品线相当完备 所以它是整个高科技设厂 整个电力的解决方案的合作厂商 不只台湾电力公司 台积电 联电 美光 旺宏都是 而我那时候有没有告诉大家低档 在低位阶 代汇源进场 对不对 110块钱 涨了之后我还告诉大家 这个商机很大 不可能只涨这样 后来一路涨 对不对 那目前我们还是认为 重电商机是长期看好 所以如果整个重电 如果有做比较明显的回答 其实都是你的机会 那当然目前重电来讲的话 两样型 像今天华城 基本上它就跌破季线了 这在重电里面就相形比较弱 那像雅力它还站在季线之上 包括中性电也在季线之上 对不对 这个就是相形之下比较强的股票 那在电缆方面 大雅站在季线之上 对不对 合计它就跌破季线了 所以在这里尽量 你如果短线上要选择的标的 还是以站在季线之上的股票 那当然整个重电我们还是认为 未来商机很大 符合刚刚我告诉大家的 究竟整个资金 它认不认同这档股票的价格 如果说未来的商机 不断不断不断的持续的话 那基本上整个资金就会给予它 更高的本益比 这个是大家需要 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需要注意的 好那当然另外 我之前也讲过 有一些好股票 那都会跟着大盘整个做回档 包括我们之前进场的亚翔 6139的亚翔 对不对 之前进场 这个大家都知道 做了两次进场 一下子就涨了20%了 好 那今天 它又回来在这里打底了 未来需求能将持续 而且今年营收大幅优于去年 整个三半年EPS 我们预估大概在8块钱左右 相形之下本益比并不高 低 那支撑不破 黄伟就是找买点 为什么 亚翔整个基电工程跟无城市工程 基本上就是跟金元双雄合作的 在手订单 你也不用怕未来景气是不是好 它目前在手订单高达1000多亿 而且高科技建厂需求一定还会再持续 再加上台湾农工 今年的营运开始营收获利逐步增温 对亚翔也会有贡献 那整个业绩面 有没有 今年大幅成长 第二季跟第一季差不多 所以我们预估第二季加起来上半年 大概有8块钱的实力 那目前 有没有 它目前就在季线这里 如果在这里做打底 整个站在季线之上的话 只要一出量 就有机会往上攻 为什么 业绩很好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 基本上在这里整个盘面 当然下跌之后 你手中有一些股票 可能你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 没有关系 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一档一档做检视 那好的股票 当然我们续留 甚至找机会做加码 所以在这里 欢迎大家 利用1加1专案 利用1加1专案 那也欢迎大家 节目过后随时打电话进来 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发现 我们下 Spiel